看国内的县市长选举 因为离投票只剩下最后十天 战况是越来越激烈 尤其在所谓的超级战区宜兰县 两党都是精锐进出 全力辅选 国民党籍的现任县长吕国华 有中央的资源当后台 而民进党的林聪贤 则主打过去24年 绿色执政的品质保证 双方可以说是实力相当 从选战开打以来 选情一直都是五五波 选战倒数12天 宜兰县选情紧绷 蓝绿都视为背水一战 宜兰县在四年前 由绿地变蓝天 国民党好不容易 打败24年的绿色执政 更有输不起的压力 任人县长吕国华 因为停办统万劫 被民进党在选战紧咬播放 然而为了拼连任 国民党中央从马英九 吴敦义多次去上火线站台 吕国华自己也心情跑贪 要巩固在政治版图上面 以宜兰视为核心的西北来迎势力 让选民感受到全党力挺 加上执政优势的气势 打出行政资源牌 强调中央地方一条心 迎战民进党 宜兰县则被民进党视为 收复失土的指标现市 历年得票率 蓝绿差距都不大 战况激烈 国民党虽然有执政优势 不过民进党的林聪贤 不只出身罗东镇长 以罗东镇为中心的西南地区 长久以来就是绿营票仓 近来从党主席到党内大佬 轮番站台肇事 西南的选票对国民党来说 恐怕是铁板一块很难撼动 但林聪贤强调 就算政治版图壁垒分明 但地方建设不能有蓝绿之别 如果中央对地方有所承诺 任何一个人能够当选 而且国民党应该对 宜兰人有一个期待 要选一个会做事的人 要选对人做对的事情 这样中央来的资源 才对宜兰卸民是最正面 最有价值的 宜兰选情一直是五五坡的拉锯站 蓝绿阵营也都将政治支票 做具体表态 谁能够拥有宜兰选民高度的期待 谁又能让宜兰人过得更幸福 是寻求连任的吕国华 还是来势汹汹的林宗贤 都要接受46万宜兰选民的仔细检验 既有宜兰众报道